据台媒报道台军担忧解放军导弹 借助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瞄准蔡英文办公室大楼 慌忙想出应对损招 预派所谓北斗干扰车让导弹定位失准 网友嘲讽称 如果不搞台独挑衅大陆 又何必时刻担忧被武统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军担忧解放军导弹借助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定位台当局政军中枢位置 台防务部门军备局中科院 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反制技术 开发了所谓北斗干扰车 已在台资通电军指挥部服役 台军同时还准备了一组城市迷彩干扰车组 规划必要时进驻菜办大楼等 位于市区要塞的政军设施周边 执行卫星定位干扰的任务 报道称 台军所谓北斗干扰车系统 由侦察车与干扰车组成 目前服役的都是丛灵迷彩涂装 不过有资深军事研究者目击 城市迷彩 涂装的侦察车日前在岛内中部山区一带进行测试 城市迷彩涂装的侦察车在岛内山区测试 台媒称解放军将在2020年 完成第三代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具备全球卫星导航定位功能 届时解放军巡航导弹等精准导引武器 除肯利用美国GPS系统导引外 也能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形成双模导引 精准度和抗干扰能力大增 大幅提升对台威胁 台中科院则慌忙推出所谓北斗干扰车 妄图干扰解放军北斗卫星的侦兆与卫星定位 还宣称要干扰解放军导弹的精准度 让导弹定位失准 此举被台网友嘲讽 政客若不搞台独挑衅大陆 又何必时刻担忧被武统而瑟瑟发抖 事实上 台军资通电军指挥部在岛内一直饱受争议 分析人士认为其难成气候 台军所谓资通电军指挥部于去年成军 号称第四军种 蔡英文宣称 这代表台湾防务将进入信息作战的时代 然而台湾民众并不买账 他们认为这一方面是选取口号价的产物 同时也是为了转移岛内日渐突出的各种矛盾 另一方面是为了监控岛内民众 有损台当局的言论 至于军事革新纯属无稽之谈 早有评论指出 自蔡英文上任后 反斩首演练 逃跑了战术成了家常便饭 反映出蔡英文对权力的极度不安全感 以及民进党方面以武惧统思维的穷途末路 蔡英文就职以来 岛内的各大演练就常常以大陆为假想仪 去年台湾年度正军兵推更是出现神剧本 模拟大陆突袭台湾 维安特勤车辆如何护送蔡英文紧急撤离 有岛内人士质问 蔡英文当局不好好反思两岸政策 反而演练自己怎样逃跑 这如何能让台湾民众安心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曾表示 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 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搞台独你有什么可怕的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也曾多次强调 解放军严正以待高度戒备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任何以武巨统的图谋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感谢您的热情 感谢您的热情 感谢您拥有举v